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健康那些事 你我他的事 志愿大哥还没来 那对个稿好不好 不用 这些讯息和温馨提醒 不用看 都背起来了 真的假的 那我考你 好 平常外出要跟别人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 那如果说进行剧烈运动 要保持多少距离 两米 哎哟 厉害 那如果要避免去人多的公园 可以查询哪个网站得知人流状况 是不是很厉害 那接种疫苗 除了可以避免患上冠病 还有什么好处 也能减低重症的经济 所以很多人怕沾 我的生活就会更安全 你们知道吗 雷辛 正龙 开心了 来了 真的厉害 阿公 阿嬷 你们有听清楚吗 要记得 等我 运动这件事 生活少不了的事 大家好 我是内耳老师 今天我们用毛巾 来训练核心的运动 好 我们现在把你的屁股 往前做一些双手插腰 好 这时候老师要你做一个动作 就是做一个转动 上半身 的这个动作 在转动的时候 会把腹部的前侧 外侧 还有后侧 都有被拉伸的感觉 好 来 动作做大 不要做快 来准备了 好 来 开始 一 好 很好 好 记得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速度如果太快 很容易会有头晕的情况 所以你用你自己 不头晕的速度就可以了 很好 好 再做的时候 感觉到你的腹部 整个核心 都有被拉到的感觉 我们先让它热开来 等一下再用毛巾 来做更深层的延伸 很好 好 四 记得是身体 不是用头 不是用头 是用身体 好 头是尽量不动的 三 二 一 好 这时候请你换方向 来 换另外一边 好 在做的时候 如果你刚刚转右边的时候 角度大概是多少 你往另外一边转 就要差不多的角度 因为你要帮助身体 脊椎两侧肌肉去平衡它 很好 记得脚不动 好 然后脚也不要怎么样 打太开 也不要这样收着 一定要踩稳在地上 你才有办法很确实地 用到上半身的这个转动 好 来 最后三个来 三 二 好 最后一个来 一 好 当你做完之后 请你回到中心位置之后 双手放在肩膀上侧 好 把手拿起来 记得不要贴着 拿起来 好 背打直到往下请 好 看老师的动作 我下去的时候背也是直的 然后眼睛是看前面 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就不对了 好 拉起来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会觉得腹部前侧 跟背部的后侧 都会有拉伸的感觉 好 来准备 一起做 但是以不投影的速度为主 下 好 上 很好 下 背都是打直的 二 注意老师的手 三 很好 都是拿起来的对不对 四 所以不要这样贴住 这样就不对了 五 一样 速度以不投影为主 所以你的速度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快 老师要你去专注在腹部 跟背部的肌肉 还有再用力就可以了 很好 背打直 最后三个 三 二 一 好 这时候请你把毛巾拿出来 好 这时候把它拉住 拉紧 伸起来 刚刚记不记得老师有做一个这个动作 对不对 上下的 好 把毛巾拉紧伸直之后 做一个更深层的延伸 好 把你的手推出去 好像画一个圆圈 好 沿着你的 胸口 手 眼睛上去 再做一次 很好 记得身体才是重点 来 一 好 拿起来 动作做大一些 二 很快 这个动作是你的核心才是重点 手只是帮助你的核心拉得更长一些 所以如果你的毛巾放软的话 它这样子是没有效果的 毛巾拉紧 很好 好 四 动作做大 不憋气 很好 五 六 加油 老师建议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可以慢慢把动作越做越大 这样你就可以把身体的肌肉延展得更多 好 最后两个 来 二 最后一个 一 好 当你拿起来之后 我们换个方向 手举起来之后 放下来到你的眼睛前面 胸前 推出去 推直 背打直 看前面之后拉起来 好 换方向 它就用到不同肌肉的面向 来 放下来 好 推出去 拉起来 一 再来 很好 推 推出去 二 动作延伸越远越好 三 老师要提醒大家 有时候在做这个动作 会忘记就会变成一直在推的手而已 这样就错了 老师要你把这个身体的动作进去 拉起来 手拉起来的时候 是帮助核心给拉紧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动作是身体才是重点 手只是辅助 很好 最后三个 来 三 二 动作做大 来 一 很好 好 手举住之后 来看老师怎么做 左右旋转 这样转过去 转转转转转 动作越大越好 延伸出去 好 拉起来 好 来 开始 好 推出去 动作大一些 一 二 很好 动作不要太快 三 最以不同音的速度为主 四 很好 五 加油 六 好 老师要提醒一下 有时候在做的时候 会忘记就会变成这样 这样就只有动手而已 老师说 这个身体才是重点 手伸出去是帮助你的核心肌肉延伸 所以记得不要只是动手 手只是跟着身体在动而已 好 最后两个 来 三 二 来 一 好 请你换个方向 来 准备咯 开始 一 好 你刚刚右边转的时候 角度多大 左边转就要一样的角度 才可以帮助你的脊椎两侧的肌肉 他可以很平衡地去做工 来 最后三个 来 三 二 好 来 最后一个 一 好 拉起来 好 这时候拿起来之后 来 注意看老师 拉紧之后慢慢地转过来 转到底 但下半身不动 回来 来 开始 一 回来 很好 二 以不投影的速度为主 三 三 当你太快去做拉动的动作 可能会散到腰 所以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 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感受肌肉比较用力 六 很好 最后两个 来 二 一 好 这时候先把毛巾放在椅子的后面先 好 这时候把你的双手打开来 背打直 我们要做深呼吸 来 准备 吸气 吐气 第二次来 吸气 吐气 最后一次来 吸气 吐气 好 你做得很棒 给这个掌声鼓励 其实我很好奇的是你们两位 平时运动 在家里做简单运动的时候 有没有用毛巾这些东西在做的 完全没有 就做一些伏地挺身 但你知道原来毛巾也可以这么累 使用毛巾真的是可以运动到 身体的很多肌肉的部分 对 而且我觉得我真的是小看老师 因为我平常在家 我有时候会做一些伸展 可是刚刚那个毛巾这样拉这个腰的时候 其实很卡 所以我觉得这些动作 真的对大家来说都非常好 不仅是年长者 我觉得全家大小都可以一起做 是 当然还是要再次地提醒 所有的阿公阿嬷 如果有任何步骤忘了 非常简单 到Me Watch那期重复观看就可以了 做运动的时候 量力而为 是 小心为主 好 运动这件事 大家都要试一试 生活小常识 一起长知识 不晓得在看节目的阿公阿嬷 接种疫苗了吗 我们都已经接种了 当然了 你老姐怕事 为了我自己家人朋友的健康 我们很早打针了 所以所有的朋友 尤其是老人家 你们还没打针 就快点去打 为了自己的家人 那我们年长的朋友 如果要接种疫苗的话 不需要预约 可以直接走进我们的疫苗接种中心 或者是我们的综合诊疗所 那为了方便我们年长朋友 接种疫苗呢 大家可以留意 我们的流动疫苗接种团队 也会到不同的地点 为年长者接种疫苗 那行动不方便的年长朋友 也不用担心 可以拨以下的热线 安排在家里接种疫苗 那当然留在家的话非常简单 就看我们的节目 你看多精彩 对 我现在来到摄影盘 闻到很多葱蒜的味道 你有没有问到 有 所以我请来了另外一位大师 我们的梓豪来跟我们聊葱 聊蒜 今天我们来聊 大家都会看到 可能每天都在吃的一个食材 就是我们的葱和蒜 可是梓豪老师 你今天有青葱还有红葱 那这两个葱的营养成分是怎么样的 其实它们可以算是同一株的一个植物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所谓洋葱就是这个 稍微黄皮的 然后我们有这个红葱 然后还有这个小红葱 那这个是这棵植物的囚径 那当它放在泥土里面长大的时候 长出来的那一株植物就变成我们的青葱 严格来说 红葱跟洋葱 它的营养成分是有差别的吗 其实营养成分蛮相似的 那只是这个红葱和这个小红葱 因为它带有点紫色 它的抗氧化剂成分会稍微高一点 那普遍上来说这些葱类洋葱也好 红葱也好 它们里面的纤维素都很高 那同时也含有所谓的硫化物质 那这个有机硫化物质 其实有很好的杀菌效果 洋葱本身含有一种碳水化物 我们称它为果具糖 英文叫Fructans 那这个东西称为益生源 那益生源就是吃进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 它是拿来喂养我们的益生菌的 所以你的益生菌等要吃东西 那其中一个益生菌的食物 其实就是来自于洋葱类的这个果具糖 可是洋葱跟红葱的味道 吃下去有什么区别 红葱通常比较呛辣 那洋葱通常比较甜 所以真的要多吃来养好菌 那好像我有听说 葱是可以治感冒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会有这样的说法 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都说 葱有杀菌的一个效果 那杀菌的成分其实来自于 那个硬化物的那个作用 它有没有办法治好你的感冒 这个很难说 不过它会帮你减缓整个感冒的感觉 尤其是这个呛辣的味道 其实可以帮你通鼻子 所以鼻塞的时候 你在你的居住环境里面 放一些生的洋葱的话 其实可以帮你通你的鼻塞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煮法 能够保存这种葱的营养成分 如果要保留完整的葱里面的营养成分的话 最好的方法其实是生吃 就平常很多人会在那个沙拉里面 放这些生的洋葱类的话 其实这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其实在我们本地常常会看到的 就是吃沙爹的时候会加红葱 很多人都把那个东西丢掉 其实是非常浪费的 因为其实吃沙爹 因为毕竟是一个烧烤类的食物 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烧烤致癌物质 那红葱类里面的抗氧化剂 可以很好地减少它的风险 所以下次吃沙爹的时候 请把那个洋葱吃完 那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人家也喜欢用这个葱来煮汤 所以它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营养价值 它会稍微流失一点点 尤其是这种流化污质 因为它很容易挥发 所以加热的话 挥发掉了 你就会流失掉这一部分的污质 包括其实很多人 就我们华人常常都会拿葱蒜来爆香 爆香的过程也会流失掉这些流化的污质 所以最主要还是生吃它的最完整 说完这个葱之后 另外一样就是蒜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常常会接触到的 对 可是我听说很多人都现在流行吃黑蒜 那吃黑蒜是不是对我们真的有益的呢 其实黑蒜也是蒜的一种 那蒜本身它的最主要的营养物质 其实来自于蒜里面的 我们称为蒜素的这个东西 那蒜素对我们身体有帮助降血脂的功能 所以多吃蒜的话 其实对心血管的健康有很大的保护 不过在这里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生的蒜 你要得到这个蒜素的话 你一定要生吃 而且你必须把它 像我们所谓的打碎了之后 给它氧化一阵子 它的蒜素出来的成分就会越高 然后生吃你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不过如果现在有在吃吸血药物的人 比如说一些中风的患者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他们有在吃医生的吸血药的话 那蒜就要很小心 因为蒜会降低血小白 所以对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那你说的这个蒜是黑白蒜还是 白蒜和黑蒜都有 那黑蒜在现在是当作一个保健品 基本上黑蒜就是所谓的发酵的白蒜 那把我们的白蒜带皮发酵 90到120天的话 它就会变成黑蒜 然后质地就会变软 然后少人那个呛辣的程度 但是里面的蒜素的成分 就可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就是你发酵了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每天吃一颗吗 对 它是一个发酵食品 它不是加工的 它就是天然发酵 最后变成黑色 那你一天可以吃一半或几半 看你的那个健康的一个要求 它这个是属于保健品来使用 所以很少人会把它拿来煮的 子豪刚一直说 黑蒜是不适合拿来煮东西的 它不是说不适合 你要煮也是可以 但是它并没有我们平常的 生的这个蒜的那个香味了 那黑蒜多数的人都把它 当成保健品来用 是 所以你把它拿来煮的话 其实还蛮贵的 因为你可以用生蒜来取代吗 对 要很会蒜 阿公阿嬷学会了 那当然现在要再一次地提醒 我们所有的阿公阿嬷 如果你还没有接种疫苗的话 要快快去接种疫苗 保护好自己也保护身边所有的人 好了 今天要非常谢谢子豪 谢谢 谢谢 健康那些事 饮食这件事 其实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就是我们的冠病疫苗 那说到我们的冠病疫苗 在我国可以使用的这个冠病疫苗 其实都是符合安全 还有我们的功效的标准的 原因是它是遵循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的 打了疫苗之后 我们的免疫种会得到抗体 接种了两剂疫苗之后 可以达到95%的功效 可以降低感染患病的风险 就算万一不小心得了病毒 一般上症状也不是很严重 也无需要氧气的治疗 注射疫苗是预防疾病 还有减少我们传播的 这个几率的一个方式 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快去接种疫苗 这样的话 越多人接种 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安全了 好了 温馨的提醒之后 就是我们的Chef翔要登场了 哈啰 大家好 你个人都知道我是潮州人吗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潮州菜 就是我们的潮州咸菜鸭汤 我的最爱 咸菜鸭汤 潮州话怎么讲 咸菜鸭汤 好 听起来就很开胃 对 然后我们有芋头的糙米饭搭配 这个鸭腿我们就汆烫过 然后再来放进去那个汤里面 其实煮这个汤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咸菜 用清水冲洗一下 然后浸泡三十个钟头 不然它会很咸 潮州的咸菜鸭汤 其实是有一点点带酸的 然后我们放我们的这个番茄 胡椒粒 胡椒粒带香 黑胡椒跟白胡椒有分别吗 其实煮汤的话 我就觉得白的会比较好一点点 黑的话就是拿来直接撒在上面 还是做黑胡椒螃蟹 还是做黑胡椒牛肉 我们就用那个黑胡椒 好 现在我们可以放我们的这个咸菜 跟放一点辣椒 辣椒会提味 其实对于好像我们 就是没有经验去处理这个咸菜的 也不知道它多咸 然后咸菜要泡多久它才不会那么咸 泡三四个钟头 你泡的时候你要记得换水 你没有换水的话 它那个水还是会咸 所以你泡多久也没有用 它还是咸的 所以要换几次水 就是每一个钟头换一次吧 没有说我真的还不知道要泡三四个小时 我以为泡个十五二十分钟就会 对 我也是这样以为 然后我们放两三片的这个姜片 姜片放进去的话它会去腥 煮汤的时候要注意就是 汤的那个水分不要放太多 只是说你熬了差不多一个钟头 可以剩到那个精华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来处理我们的这个芋头饭 好 我们的这个糙米饭的材料 其实有新鲜的香菇 芋头 白菜 还有虾米 然后现在我们放一点油 爆香我们这个虾米 然后放一点我们这个香菇 香菇可以用那种干的香菇吗 然后泡水给它发了才切 可以 其实虾米一放下去炒什么都香了 对 一家煮的话 万家香 大家都闻得到 如果买不到这个芋头可以用南瓜吗 其实南瓜煮饭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我们加我们的这个高粒菜 它这个芋头是那种大粒的芋头 对 有一种在中秋节的时候 那种小小粒的芋头可以用吗 那种我还没有尝试过 因为这么大粒 如果你煮一点点 剩下的不怎么处理 对 做蚝尼 我们也是有做过蚝尼 给大家试试看 是 你回头去看一下 蚝尼看里头我们其他的级数 你就懂怎么做蚝尼了 好 我们一炒香它 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水 糙米的水分 平时我们都会放多一点点 煮白米的话就是一对一 这个是一对一比二的那个比例 放一点黑酱油 这个是掉那个颜色的 掉颜色 生抽 然后麻油 然后最后放一点胡椒粉 少许的盐 煮滚之后就可以攀进去我们的米 然后拿去蒸 如果你用饭锅的话 就直接倒进去饭锅里面 然后就按开关就煮给它熟 其实如果是放到饭锅是很简单 它会自动熟 可是如果要放到蒸炉去蒸的话 通常要蒸多久饭才会熟 蒸差不多45分钟 熟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上菜了 好香 好吃 我就是煮不出这样的饭 我也是煮不出 因为糙米再加上这普通的白米 一起去混煮的话 真的不容易 其实刚才炒了这些配料之后 放到这米里头一起去煮 味道真的是很棒 汤怎么样 很够味 很够味 其实你要的话你可以加豆腐 还可以放一点水煤 如果你喜欢比较酸一点的 也是会比较开胃 对 对 阿公 阿妈 希望你们不要嫌我啰嗦 记得 如果没打针 快点去打 打了之后 不仅可以保护自己 还可以保护你的家人 是 都是为了大家着想 好吗 好了 记得试一试这道菜 然后看看味道怎么样 在社交媒体上告诉我们 健康那些事 你我她的事 在社交媒体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